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本人表示 有空的时候喜欢和海洋生物聊天 2020年9月9日作为Holo Life PM的一期生出道 并决定在9月13日举办出配戏 也因为这个啊 而撼动了整个B圈 随后在同日达到了10万订阅 生日是6月20日 也是大白沙上映的日子 出配信时说自己的年龄大概是9927岁 但其实过了5000岁后就记不清了 我生日月20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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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驚喜 我的年度 我以为 在9000 我会在9361 我会在9361 我会在5k 在5k之后 在5k之后 就会在5k之后 就会变得 我会在5k之后 但我会不想人们 会在5k之后 8 8 我会在5k之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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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9000 927 现在 5k之后 Guda 你很年轻 那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我 4295 我 不 我 9495 我 9495 9495 9495 我 9495 9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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嗯嗯 美味 莎莎喜欢的东西 What do I like? I like Food Especially the food on land It's so good So much good, I love it I also like something that I'm not sure humans will know about But in Atlantis, where I'm from, which I will get to in a second We call this Puyé Puyé Does anybody, I don't know if humans have heard of that Puyé It stands for Uh Puy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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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痛 Welp sou Puyé Thank you time Now 后来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达到了100万订阅 成为Holo Life中第一位达到100万订阅的VTuber 2021年1月18日订阅数来到了200万 2021年5月7日的新衣装公开直播中 最高同时观看人数高达194280人 一度成为VTuber直播史上YouTube最高同时观看人数 2021年6月21日发表了第一首原创歌曲Waflet 结果不到24小时就突破百万观看 一举打破之前所有VTuber原创曲的记录 完整版请到原视频收听支持莎莎 2021年7月岁日YouTube的订阅数达到300万 成为第一位达成300万订阅的VTuber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